自己回去说说看 拆数字游戏 就是MICE-CI改写一下 另外的话全省邮局查询系统 就是把刚刚的会员查询系统 先一样类似的方法 先把资料倒进去 再把它查出来 关键字查出来 大概两个 你就把这两个大概把它做一下 两个系统 最后其实我本来是想说 再讲一下有关三 我的云端上面还有一个是 第三支云南白板里面第三支是在Session Session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怎么样防止贯票 就是说他只能投一次票 或者是说你要做登录系统 登录系统的话就是会员登录 你第一个不能够让人家看到 你的账号密码 所以一定要POSE 第二个的话 他已经登录的话 你要让他显示已经登录了 而且他将来才可以看到 你的网站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多增加一个叫Session的东西 因为今天时间有一点限制 所以回去的话 也可以自己 反正一样 复制贴上 你也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有点像是一个通行证 因为在你的网站上面 如果不懂Session的话 其实很多效果会做 尤其像登录系统 像买东西 你如果没有会员的话 你也没办法结账 OK 所以一定要有个Session 然后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下下一个礼拜的话 原则上呢 我们就从那个下午再开始报告 好不好 就是下下礼拜的话 原则上我们是下午再开 早上的话 你们如果早一点过来 你可以先准备一下 然后讨论一下 我们下午再开报告 OK 也就是可能下午才会看到 我就对了 早上的话也许就没有 如果没看到我的话 那 表示说我可能下午才会出现 OK 最后 关于期末报告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